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是 这个昨天下午刚刚在金门海域 发生的这一次翻船事件 那当然非常遗憾是造成两名 大陆渔民不幸溺斃 那两人受伤的情况 那话说在昨天下午 大概一点多钟左右 当时在这个金门附近的海域 北定岛大概1.2公里的地方 这个来了一艘中国的渔船快艇 那船上有四个人 其实这个艇并不大 那在那个地方捕鱼 那台湾的这个海巡署就过去了 就开了快艇过去了 那台湾的海巡署也是这种 就是小快艇 大概上面就几个人 那叫CP1-51号就开过去了 开过去以后 基本上就是进行驱离 那当然这个大陆渔船就开始跑 加速就跑了 在跑的过程中 实际上两船并没有碰撞 或什么样接触 那但是那个快艇跑得因为 可能开得太快就翻覆了 翻覆之后 第一时间海巡署就过去 那就尽快把这四个人给救上来了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那艘快艇 等于倒扣 扣在海上 那当然四个人救上来之后 很遗憾 怎么急救 还是有两人不幸 就这个过世遇难了 那在昨天晚上大概十点半左右的时候 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就出来讲话 特别强调 这个两岸一家亲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强烈谴责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事态的发展还在持续 到截稿为止 我们在这个开播之前 台湾方面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那只是有新闻出来说 关于这件事情 市民 这个大陆渔民 这个已经送到金门 这个经过急救 是两人不幸 这个遇难 两人是受伤 那当然这个事件 也看得出来 实际上 这个两岸之间渔民的问题 是起来有致 非常长的时间 因为话说在1949年之后 这个当时 这个国民党 就等于是中华民国政府 就退居台湾 但是 金门马祖 这两个点 这两个岛 还是在台湾的军队的 等于算是 固守之下 在这个等于沿着 这个大陆的门口 边缘 这个金门跟马祖 那当然 这个实际上 这个上面都住有重兵 所以在1950年的时候 这个解放军 一看这个情况 很奇怪 对不对 就等于在家门口 有这个国军 在那边住手 因为这个金门的本岛 实际上跟这个 来讲 跟这个大陆 跟金门 那个就是1.8公里 最近的地方 1.8公里 你走路都走得到 当然海 你不可能走过去 距离是很近 游都可以游过去 游都可以游过去 那那个情况 后来就在1950年的7月26号 那解放军就进行了 渡海作战 就叫大胆二胆的战役 那当然那场战役 并没有具体的拿下了 那还是守住了 因为来讲的话 金门大概是有金门本岛 这个还有大丹 这个大丹岛 小二丹岛 二丹岛 那这些岛屿组成的 那基本上来说呢 是总共有十几个岛屿 那其中有列宇 总共12个岛屿 组合在一起 那当然这个1950年 当时朝鲜战争 接着就开打了以后 那解放军关于 拿下马祖跟金门这件事情呢 就割下了 但是走着走着 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 这个8月23号 这个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 这个823炮战 打到10月5号 接着呢 就是单打双不打 那那段期间呢 这个尤其在823炮战 1958年的8月23号 那场炮战 那当时是万诞齐发 听说金门呢 没有一块地 是没有弹坑的 基本上到处都是弹坑 所以据说后来啊 金门菜刀能够卖得非常好 卖很久 最重要当时打过来的炮弹呢 这个有很多嘛 弹头啊什么啊 那这个 这个后来这个铁铺啊 就把这些铁啊 的炮弹啊 拿来打金门菜刀 所以很多以前 很多人呢 去金门旅游啊 都要带一把金门菜刀啊 金门还出那个花生堂啊 跟这个菜刀 特别有名 还有金门高粮嘛 那当然呢 这个现阶段 金门等于算是 很多人都去旅游啦 因为在1992年11月7号 台湾取消了 动员勘乱时期啊 那当然呢 金门呢 就等于是解除了 所谓的那种 战区的那种感觉啊 金门就是 不是属于那种戒严的战区 因为当年两岸关系 紧张的时候啊 金门一个那么小的岛上 有十万驻军啊 对不对 甚至打造了 那种地下的这种 巨大的医院啊 这个甚至连一个剧场 在这个山里面啊 因为以前采访 去过金门啊 这个看过 哇那个 真的是超级壮观啊 完全是这个 当时那些 用手 等于算用手工拿找掌 找出来的 一个这个医院啊 那更不要说 这个整个碉堡里面的 那个隧道啊 到处都是 十万大军啊 驻守在那 当时啊 就扮演了一个 类似啊 这个两岸之间的 一个前线 马祖也是一样 金门也是一样 金门呢 就跟大陆等于是 遥遥相望啊 两个是遥遥相望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这个渔船翻覆啊 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这个两岸之间啊 这个最微妙的地方呢 是金门等于挨的大陆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两岸的渔民啊 都认为这个叫做 我们的传统渔场 大家都这样认为嘛 对不对 那两边的渔民都在这个地方捕鱼 因为这个区域啊 算是这个海岸啊 特别的这个 金门跟马祖呢 实际上 金门呢 跟大陆呢 实际上是这个 非常的相近啊 在这个海域呢 实际上是传统渔民的 这个渔场啊 两边的人都来这边捞鱼嘛 因为这个地方啊 尤其到了每一年的秋天 那个黄鱼啊 盛产的时候 哇 那个黄鱼高价的时候 可以卖到四五百块人民币啊 那个是值钱的不得了 所以两岸的渔民呢 都在这里捞黄鱼啊 那当然平常的时候呢 这边的渔货也是很多了 什么苍鱼啊 还有这个鲫鱼啊 在这个附近非常多啊 那这个 当然两边都希望在这边 捕捞一些好的渔货 那这一次呢 这四个人当中啊 据这个目前海巡署啊 台湾海巡署的表示 其中那个获救的两人当中啊 他们应该不是福建人 因为他们不会讲这个闽南话啊 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都讲闽南话 他们两个人讲的是四川话 那当然呢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跑到这来捞鱼啊 这个也要再进一步了解 但是事情现在就是要看 怎么能够冷静处理 把这个事情啊 看成是单一事件 不要被外力啊介入 把事情复杂化 因为话说实际上 在两岸啊 大概我讲这个就是 1992年要解除戒严之前嘛 实际上在1991年的时候呢 7月21号 当时一个比较有名的 叫闽狮鱼啊 事件 闽南的闽 狮子的狮啊 这个捕鱼的鱼 闽狮鱼船啊 有两艘 一个叫2290 一个叫2295啊 他们等于是两个 两个狱船一起去捕鱼嘛 用鱼网这样兜兜跑 那跑着跑着呢 跟台湾的渔船啊 三星才好 渔船就勾在一起了 大家的渔船就挂在一起之后呢 就发生纠纷嘛 三条船啊 就僵持在海上 台湾的海群署就出来了 那出来了以后呢 就把这三艘船啊 通通带回台中啊 去撮离啊 那当然呢 那一次算是 两岸之间海上纠纷啊 这个比较 比较 比较大的一次啊 因为两岸在稍早之前呢 实际上那时候 比较紧张的时候 两岸的渔民啊 都不太会去 这个就是金门跟 大陆之间的海域捞鱼 那个地方太敏感 都到情愿远一点 因为那时候两边都很紧张啊 大家都是枪口对枪口啊 但是后来到了90年代啊 就没那么紧张啊 渔船就通通出来捞啊 因为这个地方 渔货很丰富啊 那后来大家都带回台中 然后呢 这个当时因为两岸是 刚刚开放不久啊 虽然呢 我大概在89年的时候啊 曾经进入中国去采访新闻 但是中国的记者都还没到台湾来过 那第一次就是因为那个事件啊 敏思余昊 当时呢 这个等于新华社的记者啊 比较有名的叫范立青 他一个是中兴社的记者 郭伟峰 两个就在8月21号啊 到台湾采访 我记得那时候啊 这两个记者是被台湾的记者采访 因为太稀奇啊 对不对 来自对岸的记者啊 这个大家就要访问一下 这两个记者啊 对不对 你们对台湾的印象啊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印象还蛮深刻 他们两个当然也采访 敏思余啊 这个事件啊 怎么样怎么样 看看这些渔民啊 被带回来啊 状况好不好啊 吃得住的啊 各种情况 那当然那个大家更好奇的是两个记者 倒不是那些渔民啊 那所以呢 那个算是两岸第一次啊 这个等于算是有一个互通啊 那当然后来两边谈完之后呢 这个台湾就等于在8月底 8月20多号的时候 就开始送了第一波 11个人回去 然后呢 后来又送了7个回去 然后呢 再雇人啊 还雇人 把这两艘船呢 开回去 对不对 不能让原来船员开了 雇人啊 把他开回去 那时候两岸之间呢 是能够 就是有一些纠纷 是能够透过 相关的民间组织 海机会 海协会啊 来把这个事情啊 给解决掉 好 那这件事情 还算是 这个和平收场啊 和平收场 那另外呢 走着走着 到了2003年的时候 那那一次事情啊 闹得就大了啊 2003年呢 9月份的时候 海巡署啊 这个在这个巡逻的时候啊 就发现啊 这个在马祖附近海域 这个因为那时候 9月是黄鱼盛产季节 金门马祖啊 这个附近黄鱼非常多啊 那海巡署啊 就看到啊 有一艘呢 这个大陆渔船啊 叫闽藏鱼啊 4108号 闽藏鱼4108号 满载吃水很深 要回去啊 那海巡署当然呢 这个觉得他们越界捕鱼啊 叫叫蓝亭嘛 蓝亭啊 那就蓝啊 海巡署啊 就四个人啊 就登到大陆渔船上 去检查渔舱里面 有没有违规捕鱼啊 什么如此类啊 那就在这时候呢 这个双方啊 从口角就变成啊 这个护杖就开始打起来了 这四个海巡署的这个 还带着枪啊 长枪上去啊 结果打了乱七八糟的时候呢 这个居然海巡署有两个人啊 被制服了 因为船员多嘛 他们四个 那边十几个啊 一涌而上 啪啦啪啦打着乱七八糟的啊 好 那结果呢 这个队长许志毅啊 还有一个这个船 就是海巡署的这个 等于算是队员啊 叫做这个江少南 两个呢 就被抓了 被抓了以后就压住了 就在那时候呢 当然海巡署的那个船上的人就求救啊 另外两艘海巡署的船就上来了 三艘就把这个啊 这个闽长渝啊 这个4108号就给围住了 说放人啊 你可以走 但你要把那两个队员还给我们了 你不能把这两个不放啊 把他们压在那里啊 但他们两个 这个船长就想啊 闽长渝的船长就想 我要是放了人 你们一定不让我走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就跟他讲说啊 这两个人我叫带走 等于算是 你们不能追来 要追来我就要怎么样了啊 所以呢 这两个人 那以后的是再说 但至少我现在要脱身 那这闽长渝呢 就转头就回去了 带着这两个人啊 就直朝这个大陆的这边的渔港 就开走了 那这个海巡署的人就傻眼啊 只能跟到后面啊 也不能强行啊 因为你这个人绕在人家手上啊 但走着走着 这个船开了一段 还没进港的时候 这个队长啊 这个比较机智啊 然后就从船上就跳海了 就跳下去了 这许志义就跳海 后面的这个快艇就上来救嘛 但是另外一个叫做江少南啊 就被压回去了 这个压回去之后呢 这个事情呢 当然也是挺大的啊 这个当然这个船员的说法是 海巡署的这些茶器呢 是刁难他们啊 如何如何如何啊 那海巡署的说法呢 是这些人呢 越界捕鱼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各说各话嘛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但是呢 最后两岸还是啊 这个经过多方协商之后 达成和解 把这个江少南呢 后来就还给台湾啊 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啊 经过休养之后啊 就送回去了啊 这个在9月16号啊 回到台湾 那看得出来两岸之间啊 过去在这个 金门马祖的海域啊 捕鱼啊 这个有纠纷是起来有志 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啊 这个长时间以来呢 两岸之间啊 过去还有民间组织啊 能够化解彼此的纠纷 但是这一次啊 看得出来事态是不容低估啊 它的复杂性 那两岸之间如何妥善处理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考验 现在 蔡英文即将卸任啊 那赖清德还没正式宣誓就任 那这个时间的看守政府啊 理论上来讲 处理这种两岸问题啊 过去啊 说真的 这个民进党执政啊 是比较 不愿意啊 去面对两岸问题啊 对不对 两岸关系其实 在这几年是 有点糟糕啊 真的有点糟糕啊 那当然呢 这件事情呢 现在是有两条人命啊 因为第一时间 现在发生到现在 呃 还不到24小时啊 那当然呢 这个可能稍后天亮了 那台湾方面呢 当然会出来 看要怎么妥善处理啊 那我想这个 抚恤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总是要 用能解决嘛 这个人死不能复生嘛 那这个 至少要有一些 这个 金钱上的赔偿啊 这个民事和解 大家和解啊 那毕竟来讲这个 你说谁对谁错 这个扯不完啊 扯不完啊 妥善处理呢 就是抚恤家属啊 这个安抚这些家属啊 这个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这解决了以后不代表 这个以后 这种事情啊 不会再发生 两岸实际上啊 应该像当年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力推的就是 两岸的民间组织啊 那种模式啊 对不对 两岸之间的那个接触啊 是非常的频繁 要是没有一种 比较合适的对口单位啊 这个很多问题是 很难沟通啊 就像我们跟 人跟人之间啊 大家是要经常沟通 谈话 了解对方 避免误会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两岸之间 现在的问题啊 因为有外力介入啊 非常的复杂 已经不是单单的 两岸 能够去解决的 因为有外力介入的话 这个事情 复杂化 会升高 会升高啊 避免再次发生 引以为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两岸千万不能低估啊 这个事态的发展 尤其是台湾官方啊 千万不要低估 觉得这是单一事件 赔钱了事咱们就算了 这事情就过了 不是这样啊 因为你要考虑到 金门的渔民 也在这个海域捕鱼 对不对 那大陆的渔民 也在这个海域捕鱼 那只要有渔在 只要有渔民在 发生这种意外事件的概率 就是存在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 从此以后再不发生 那我们刚讲 前面两个案例啊 一个是这种 就是两个 两次都算有惊无险啊 这个当时两岸就 把这个事情啊 妥善处理啊 我们真的希望这个事情呢 是最后一次啊 以后呢 两岸之间避免这种事情啊 再次发生 最重要就是两岸要有个协商机制 能够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或者是在这些 重叠区域啊 比较敏感的地方呢 两边能够协调好 就是 就一起来捕鱼 传统渔场嘛 对不对 你捞我捞 大家一起捞啊 因为金门的渔民呢 比较少嘛 渔船比较少 他们就就说呢 这个中国这边的渔船多啊 在黄渔季节的时候呢 超过一百多艘 这个大陆渔船啊 在金门附近海域捕黄渔啊 对不对 当然在那渔民的角度想 你们都捞光了 我捞什么呢 对不对 会有这种担忧啊 渔业资源会枯竭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这个金门的渔民有这种想法吗 那大陆的渔民说 就是这个我们祖先就在这里捞啊 对不对 那现在两岸也不打仗了 对不对 现在没那么紧张 那我来这里捞捞 又怎么不行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协商 比如说有很多方法 过去在西方都有 就是配额 对不对 这个两边你可以捞多少 今年配额 比如说三千吨啊 那这个配额捞完就没了 那这边啊 比如说三千吨捞完就没了 大家讲好啊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讨论协商啊 协商出来 你渔船来多少 我不管 就是配额吧 捞完为止啊 那这边也是捞完为止 然后要有监督机制 那个到底捞上来多少啊 这个都要很清楚啊 甚至在新西兰呢 为了限制渔船啊 那个所谓这个超额捕捞 那个渔船都有配额啊 都有监视器啊 定定卫星定位 什么清清楚楚啊 你捞了多少 这个都有记录在案 都有记录在案 以现在的科技不难啊 不难啊 做到这一点啊 所以在新西兰这个渔船啊 跟政府申请配额 要是超额捕捞 重罚啊 对不对 这个马上都知道 你这个超额了 你还在捞 我就已经提醒你了 你要再干罚钱了 或者取消 你的捕捞资格 将来你不能在这个海域捕鱼 所以我觉得两岸解决的方法 就是要有相关机构 大家坐下来 找到解决 就解决方法已经有了 能不能采纳所谓的配额 解决这种纠纷 否则这种事情 将来还是会很多啊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我们也希望两岸呢 能够透过沟通 解决彼此的矛盾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希望各位在下方留言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能够解决两岸 渔民之间的矛盾 好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